慈济科技大学的刘姓学生可说是历劫归来 正好搭上该班列车的第六节车厢 当时人在化妆间遭到玻璃轻微割伤 对碎玻璃砸到我身上 然后当然我就赶快开门 然后那时候看到车厢里面的状况 就是很多白烟 然后大家在敲纳的车窗 后来有化室门开了 车门自己打开 我们才逃出去 而慈大副中11名学生 虽然没有人搭上翻幅列车 但也因为事故影响到回花莲的行程 索性昨晚有宜兰的慈济志工提供住宿 能够安心地度过一晚 他一接到我们就带我们去吃东西 然后就是一直问我们说会不会饿 然后怎么样 回去之后就是还帮我们准备床 然后铺床 让我们去洗 赶快去洗澡然后睡觉 在当时接获意外消息 慈济教育置业体立即启动关怀 22号一早也前往花莲火车站 接送学生返校 接到学校的电话 那学校已经安排了 宜兰地区的慈成义的爸爸妈妈 来接孩子 在今天一早就安排孩子到火车站 有车他们就马上搭车 所以孩子目前都是平安的 目前教育置业体势生一切平安 也诚心祈祷 这一次的火车出轨翻覆意外 生者心安 亡者灵安 大家新闻杨爱婷 邓明怡 花莲报道